男性社區的媽媽們帶來熱鬧又喜氣的舞蹈表演 充滿濃濃的年節氣氛 東山鄉公所依照往例在春節前夕在公所的會議室舉辦109年度獨居長輩以及低收入戶12款的圍爐迎春送暖餐會 獲得許多善心人士包括了林玉峰以及多個團體共襄盛舉響應贊助 帶給獨居老人63位以及低收入戶20戶滿滿的溫暖 而鄉長主席也特別來執政感謝狀表達謝意 要來感謝就是我們來自我們國單位我們的施造基金會等級以來來幫忙包括我們東山市職會包括我們宏德愛心會 我們現在也已經我們林玉峰先生也已經都有九年等級在我們跟我們公所來幫忙 包括我們珍珠慈母這個協會愛心協會 包括還有很多包括我們的金利商行整成四點麵包以及李富得 我們這裡所有的愛心單位 每年就是都出錢出來 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整體了我們很多社會溫暖 這就是我們POSIT的這個東山鄉會有這些前線的這個單位 我剛才所了解有十幾位記憶 尤其是我們林玉峰市這九年以來 對我們這個藝術款和這個獨居老人 每一年所做的這個愛心 這是他構成的 這不是公司也不是財團 公司還特別的準備大蛋糕 一同為高齡的獨居長者來舉行溫馨的慶生會 一同高唱生日快樂歌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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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的弱勢家庭除了享用美味佳肴之外 鄉長及主席也一一來製贈紅包給他們 提前預祝農曆新年快樂 來感受團圓的圍爐氣氛 宜蘭新聞記者許世銘採訪報導 好